市民黨台北市議員苗博亞12號 質詢台北市長蔣萬安 直接點名當初保齡食物中毒事件 相關的文件資料都被列為密件 但是相關稽查記錄卻被外流 甚至是由國民黨立委徐曉星拿到 要求蔣萬安交給政風處查辦 到底是誰在洩密 流入外人手中 你先來告訴議會是密件 請問市長要不要查辦洩密 我們會去了解 不是去了解 剛剛講的很嚴重 因為密件不能給議會 連議員都不能拿的資料流入外人之手 市長 我現在要求你交辦政風處查辦洩密 可不可以 我想衛生局會去釐清 釐清什麼 政風洩密的問題 衛生局要釐清什麼 自己查自己嗎 我告訴你 不要以為議員都是像三歲小孩隨便呼嚨 如果你資料已經外流 他說不查辦洩密 那我非常合理的推斷 其實是有人非法阻擋議員所知嘛 你心裡知道明明這個資料 是可以提供給民意代表 那你提供給了一個中央的民意代表 就連北市衛生局長陳燕源都尷尬 畢竟當天北市府自己召開保齡中毒案的記者會 記者會上都沒有公布的照片 卻在同一天由徐巧欣來公布 也難怪苗博亞炮轟說好的蜜蟹卻外流 至於講話難道也有多愁標準嗎